在我們說過的故事 過的堅固 當然有很多我們都是問作者 尤其是有很多我們問唱片公司 有時候我們對一些問題不瞭解 當然唱片公司本身最清楚 譬如說這堆藍兜藥協和藍兜藥協 為什麼讓藍兜藥協 在19300年 藍兜藥到中國大陸 藍兜藥協和藍兜藥 看到藍兜藥可以五更十色 道菜 道主的野生化 內心他的感慨很沉 靈感一來就做出藍兜藥協的台語歌手 當然到台灣藍兜藥就將這首歌手 交給家玉蘭來作曲 另外將這首台灣歌謠 藍兜藥協推薦給藍兜藥市民公司的老闆 他就是民族協和藍兜藥 希望他可以採用出版 藍兜藥就將這首藍兜藥協 在此和藍兜藥協 對藍兜藥創作的歌手非常欣賞 不過在曲折方面他就有意見 最後經過藍兜藥和藍兜藥 當於藍兜藥就頓藥收到部分的選項 然後安排該公司的基本歌手 各應來貫賞 藍兜藥是一個非常愛秀 媳婦的人 當時他沒有藍兜藥分 當中很客人掛名藍兜藥協 藍兜藥協 這一定的都不太清楚 一直到過藍兜藥 有來我們五十月的台灣歌節目 來表演他的歌劇 而且我們有跟他開港訪問 這套路是優衣 所修改的藍兜藥秀明發行 過藍兜藥從古書發生的 地點藍兜和改造 報道台灣富城的台南 再從台南市中山路和安平港 也就是寫到歌手裡面 對 將酒家路愛媛的康徑 以及台南富城的野境 將廟秀到非常嚴重 還在鐵隊 沈沈搭動人心 那我南東藥協 上早是南西一位 臨住米貫禄 因為在面前不夠高 沒有人注意 一直到飯水午再度貫禄 才流行起來 飯水午七王在後 就有很多歌詞貫禄 我讓白白賣金發工費 蔡秋風 哇 太多了 如果說南東藥客 這個冠軍 的歌詞 我看不客氣數 有夠多了 當然我們這個安排 都盡量可以找比較到元素的 如果不是找第一罐落的 頭半的 如果沒有最期望 也找那個年代 差不多前後差不多幾年罐落的 我們都是希望 老歌可以聽那個開口 聽那個味 我們現在來聽 分享我的本身 所謂的南東藥協 中國人 我現在聽到山東藥協 彼琴 歌聲莫過頂 淡天風雨 秋冠秋冬冬 過年昂昂秋冬冬冬冬 不給君心 心靈變雜情 啊 破冰 破冰 鬼君哪有不冰 種眼蜜劑 晃全是小片 中情路頭 酒水暖暖電 電來渡去 更傷心可憐 淋淋濃濃 叫七吵架 啊 愛情 愛情 可憑著風煙 軟濃 尻昂 春水 春早愛情山 月夜補情 拼載黨情山 酒館無盡 藏口無盡 酒館 酒館 愛著徒生歌 啊 孤單 孤單 無花紅無花 啊